上一期,我们讲了郑大师的故事,同时也介绍了在日半岛人,一个被夹在三个国家之间的特殊群体。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另一名出生在日本的朝鲜半岛人,他一度拥有热血漫画男主角一般的传奇人生,他的名字叫李忠诚。 1985年12月19日,李忠诚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保古市,属于第四代在日半岛人,他的父亲李铁泰曾经效力于横滨三星俱乐部,征战过日本顶级联赛。 他的叔叔金忠诚也是一名职业球员,曾经征战联赛并且入选朝鲜国家队。 和郑大师一样,李忠诚的童年也是在朝鲜总联旗下的学校里读过的,不同的是,由于展现出的出众天赋,他早早被东京FC的青年队招式麾下。 为了方便训练,在教练的剑下,李忠诚在高中时期离开了朝鲜总联旗下的学校,选择在本地就读普通的日本高中,这也为他未来的人生埋下了福利。 李忠诚的清训生涯非常顺利,2002年夺得高原宫碑关东赛区最佳射手,第二年他又拿下高原宫碑王子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称号,成为整个东亚最优秀的年轻前婚记忆。 如此的青年才并自然是受到多方关注。 在被问到是否会加入日本国际时,李忠诚的父亲委婉地表示,希望在他成年后由他自行选择。 2004年,19世的李忠诚顺利地升入东京FC一线队,同时也选择接受韩国队的召唤,加入了韩国U19国家队的集训营。 但是回到梦想中的顾山的他,却发现自己是个异类。 早早离开朝鲜学校的他,韩语水平很糟糕,他的队友都视他为日本人,最终饱受排挤的李忠诚没有入选亚青赛的最后大名单。 这一年,来回奔波的李忠诚在俱乐部也没有获得出场机会,落寞的他在第二年转会白太阳神。 这个赛季的白太阳神表现糟糕,从最一联赛降级,大批主力离队,这反而给了年轻的李忠诚机会,开始在球队展露头角。 与在韩国的糟糕体验不同的是,日本足协一直盛情邀请他,最终他选择转换国籍,升批日本队战袍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其实,李忠诚并不是一名高校手手,在白太阳神100多次出场中,仅仅打进24类进球。 2009年,李忠诚转会另一支最联赛球队广岛三线,在这里他更是被老将佐藤兽人死死压制,根本就没有多少首发出战的机会。 2010年9月,这联赛已经进入下半城,李忠诚的联赛进球术依然挂零,此时距离亚洲杯开幕已经不足四个月,再乐观的人恐怕都不会将他列入日本队分线的候选。 但是奇迹就真的发生了。 时间来到2010年9月,广岛三线的主力前锋佐藤兽人受伤,李忠诚终于获得了难得的主力位置,他在联赛最后12轮中疯狂打入11球, 仅靠三分之一个赛季就跻身射手榜第11位,被李忠诚疯狂表现折服的还有当时的日本国家队主帅扎切罗尼,将他选入了2011年亚洲杯的日本队大名单。 虽然入选了亚洲杯阵容,但是很显然他在国家队只是一个菜鸟,无论是老将前天聊一还是更年轻的钢区胜斯都比他更有资历。 在小组赛首轮替补出场上演了国家队首秀后,李忠诚便一直坐在替补席上,耐心等待着属于他的时刻。 半决赛日本与韩国相遇,双方奋险了一场精简的大战,熬战120分钟直到点球才终于分出胜负。 整场比赛都坐在板凳席上的李忠诚心里五味杂成。 决赛日本队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加入亚洲联不久的澳洲代数在半决赛6比0横扫乌齐别克斯坦。 士气震慎,科维尔和卡西尔组成的英超级别分线向日本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日本队也抓住反击机会威胁对方的球门。 钢区胜斯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投球偏出球门。 比赛进行到加斯赛第8分钟,扎奇罗尼终于做出换人调整。 李仲诚迎来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二次出场。 仅仅11分钟后,长尔右路在左路送出了一记精准拳中,或许是对这个默默无闻的朝鲜族前分的预案不足。 澳大利亚的后防线居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李仲诚获得了一个无人防守的射门机会,破门粮机稍纵即使。 他选择不停筹一脚石破天津的凌空抽射,皮球直挂死脚,日本队终于打破了将棋。 随后澳大利亚队大肆反扑却无力改变比分,这里进球成为了决赛唯一进球。 仅仅花费67分钟,李仲诚就以关键先生的身份拿下了一个脊足轻重的冠军奖杯,被载入亚洲足球的史册。 结束亚洲杯之旅的李仲诚延续了出色的状态,他在2011赛季的联赛打进了15球,位列射手榜第三,稳定的发挥让他赢得了英格兰球队南安普敦的青睐。 2012年1月25日,李仲诚完成了转会程序,正式加盟英冠球队南安普敦。 仅仅半个月后,他就收获了旅游第一球。 在南安普敦4比0横扫德比骏的比赛中,继部登场的李仲诚打进了一支精彩绝伦的远射。 在南安普敦4比0。 这类进球最终被评选为球队的赛季最佳进球 随后的几轮比赛 他多次送出助攻 为球队做出贡献 平均每90分钟就能制造一类进球 但是他仍然升起的理由生涯 却突然画上了记号 在同巴恩斯利的联赛中 迎来首发机会的李仲成发挥出色 送出一击助攻 帮助球队打开胜利之门 而他却在比赛中受伤下场 赛季爆销 此时距离他家门球队不过40多天 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战 李仲成商议付出 却发现球队早已没了自己的位置 深入英超联赛的圣徒大司引员 李仲成被迫选择租借回日本联赛寻找状态 刘洋之旅悄然结束 2014年3月8日 却联赛普和红钻的一场主场比赛中 一张写着Japanis only的横幅 被挂在了球场的一个入口处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充满种族歧视意味的标语一直挂到了比赛结束 根据媒体分析 这个横幅针对的只有可能是两个月前刚刚加门球队的李仲成 普和的一些球迷团体不喜欢韩国人 他们将情绪倾泻到了李仲成身上 我曾经想离开普和 但我不希望我离开的理由是因为害怕歧视 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在球场上证明自己 2015年普和拿到了最联赛第一阶段冠军 2016年又在第二阶段排名榜首 同时还拿下了一个联赛杯冠军 2017年更是登顶亚洲拿到了亚冠冠 2018年李仲成离开球队时 留下了42类进球和25次助攻 他是昂首离开球队的 李仲成的内心更加认同哪个国家 或许我们能从他的名字里看出一些端倪 李仲成的日语念法师 韩语念法师 此外护照上他的名字是大山忠成 但是他没有选择任何一种写法 而是各取一半的名字征战赛场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 都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 却都不是他真正的家 无论是郑大士 李仲成还是所有的在日半老人 他们的选择不尽相同 唯一一样的是 他们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归属感 或许在日本踏出对外扩张的第一步时 悲剧就已经注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